陳炳安 陳炳安這場是正選上陣的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足球生涯表面上好像很順利 陳炳安厲害 一趟輕輕鬥起球 但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甚至乎我形容是 在坑渠洞裡捐出來 人稱炒皮哥的香港足球員陳炳安 曾經拿過一次足球先生 兩次球員先生 三次香港總督杯最佳防守球員 六次足球明星選舉最佳11人 現在已經退休 平時講一下球 世界杯都會聽到他的評述 亦都會投入足球訓練工作 培養新一代足球員 有空又會去水上活動中心做顧問 爬獨木舟 之前有幸訪問曹哥 了解一下他的足球生涯 要講曹哥足球生涯的起點 不得不提一個人 就是曹哥第一位白樂 漁園地區訓練隊教練盧德權 當年曹哥得到魯sir賞識 邀請入漁園 很快由預備組上到甲組 出道十八九歲 已經開始有機會上甲組 甚至乎踢了一兩年的甲組 或職業足球 已經入選香港隊 甚至乎有機會踢 可惜隨著漁園開始重用外援 曹哥的足球事業都開始跌落谷底 很多人都未必清楚 當我收生的時候 都以為我是踢後衛 其實我是踢中鋒出身 到外援球員多了 好自然競爭大得來 真的虧了很多 後期慢慢 位置就亂了 有位就踢,那時候不理 結果最後又踢到後衛 其實過程中 真的很辛苦 因為踢一兩年的甲組 已經入香港隊 突然間就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整個世界好像是 一片空白 好像崩潰了 加上做生意被人騙 拿了名字去借錢 家裏有人離世 想結婚 結果女朋友都走了 在漁園浮沉沉的曹哥 當時真的打算放棄足球 結果轉頭另一間球會東勝 其實去東勝 當時的目標就是 還自己的心願 打算踢完那一年 都真的要決定自己的去路 因為打算去到東勝 實力是 我們用這樣來形容 打算自己上陣的機會多 其實我滿足自己的慾望 其實一個 我看我有沒有能力 我會證明自己 一季球裡面 可以叫做踢足 即是沒有傷沒有病的情況下 可以踢足 結果完成了 完成了那一年之後 其實就想著不踢足球 除了要想將來的出路之外 亦都要對媽媽有所交代 我中學畢業之後 我就跟我媽媽說過 因為我媽媽覺得我還可以讀書 為什麼不讀 我就騙我媽 跟她說你給我兩年時間 我們通常在預備組 叫做鍛鍊 大概兩年 兩年之後 如果我沒有機會 在踢球中 不要用成就 有些出頭的機會 我回去讀書 加上當年東升大搞青春班 曹哥那時二十三四歲 都已經算老 正當他決定放棄足球 轉去打工的時候 另一位白樂又出現了 當年就是花花星班 第一次升上甲組 當時花花的教練 叫張子代 鄉哥鄉哥 我們很小時候 都跟過他 當時他打電話給我 說花花星班 問我有沒有興趣 其實我當時 又不可以拒絕 我跟鄉哥說 我正在做事 我其實未必有時間繼續踢 總之你來吧 你當大家給一個機會 你來到這裡 如果你真的上班 那些時間是休息不夠 我們大家可以談 結果那年花花成績真的不錯 整季打入前五名 亦為曹哥帶來事業高峰 藍華找他加盟 如果真的喜歡踢球 想踢職業足球的朋友 藍華會肯定是其中一隊 他們夢寐以求想踢到的球會 我是有一個 好話 不要聽 當然我都說過 出道時好像不錯 但一跌下去 坑他洞 其實香港隊都再沒有機會入選 去花花之前那一兩年 其實對一個 紅心壯志的年青人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失落 不懂得怎樣形容 去到那個位置 南華會有一些相關人士 了解我到底有沒有機會 在下個球季加盟的時候 已經是開心到不懂得說 最後巢哥效力藍華期間 曾經連續五屆入選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最佳11人 19192年度 當選香港足球先生 和兩次由球員互選的球員先生 當然球迷的支持 媒體的支持 我們去拿足球先生是相當重要的 但原來也同樣得到我們業界 即是同行球員 去覺得你是值得拿到這個榮譽 開心那頭也好 其實那個感覺是更加 形容不到的 當時葉達到頂峰 35、6歲的巢哥都打算退休 誰知快逆通一個人 就令巢哥繼續精展 他就是 足今今後 蔡玉宇 當時的領隊叫蔡玉宇 蔡玉宇打給我問 你為何不踢 你還可以踢 我打算夠被 但大哥瑜一再說 不如試一下 自己又 我都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 到底是為何 我都答應他 其實當時自己計劃了一些東西 有另一次的小陽春 我形容 去到快逆通的第一年 幫球會獲得了兩個冠軍 兩個被視為當時最重要的冠軍 就是一個聯賽冠軍 一個總督杯冠軍 這個總督杯冠軍 更加大給我第三次獲得總督杯 最佳防守球員 踢上快逆通 曹哥98年也真正退休 不過他並沒有離開過足球 做過體育編輯 亦都做過球隊教練 大家見到他最多的是廣坡 亦都有份創辦阿仙奴足球學校 同時會和不同的機構 團體開展足球項目 好像我每次放棄足球時 又好像有些東西 拉著我不讓我走 或者不是足球拉著他不讓他走 而是他太愛足球 好球去到哪 他就去到哪